加入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支持良心传媒观看独家视频 成为星电视YouTube会员 就可以享有优先观看精彩的视频 总编辑时间亲切回应 VIP互动机会 快来加入星电视YouTube慧然 各位美国星岛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国海,欢迎大家收听时事观察 这一集时事观察继续讲中国的国政 和大家分享中国香港地区最近的时事热话 就是立法会议员K新闻党副主席容海恩女士 因为家庸袁公仪涉嫌触犯港区国安法 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通缩 登报和袁公仪脱离雍息关系 事愿袁公仪、何良茂和梁仲恒等反中乱港分子 在海外继续勾结 在上月底在加拿大宣布筹组新的乱港组织 涉嫌颠覆国家违反国安法 保安局表明将依法予以通缩 香港政界和法律界的人士都纷纷直斥 这些乱港分子狼狈为奸 死心不惜搞乱香港 提醒香港市民要和这些组织或清界线 以免不堕法网 香港议会成员鼓吹港独抹黑中国 歪曲事实 各种言行已经明显违反了香港国安法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已表明将依法追究 这些人明显想借众筹脸财 市民如果受到他们的误导 捐钱给这些反中乱港 从事危害国家事务组织 也随时会违反国安法 因为袁公义这么猖狂的行为 容海恩无论作为他的媳妇 还是作为香港重要政党新闻党的副主席 自然都需要表明态度 所以在8月5日容海恩在报章刊登声明 宣布与老爷袁公义脱离关系 这个声明内容比较短 因为可能有些读者没看过 以下我就将全文读一次 这个声明标题是国之大义 第二行脱离野食关系 内文是这样写的 本人容海恩作为留着伟大祖国之血的中国人 在国之大义的前提下 基于据国安处称袁公义先生涉嫌违反 港区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罪名 本人现宣布正式与袁公义脱离野食关系 这个声明就是这么多 好了,容海恩这个表态在港独隐患 借身海外搞风搞雨的当下 是非常及时及息切的 事实上在声明发表之后 在香港社会也引起了不少激烈的讨论 有人支持,也有人认为发声明这个行为比较奇怪 而且声明也有写得不好的地方 总之不同的观感都有 容海恩这个做法的动机我们不需要去猜测 但就着他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例如声明里用到一些字含有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字眼 就令我重温了一次这些字的意义 容海恩的声明以国之大义为标题 提醒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的内阶 仍然是以瑜伽思想为主 提到大义,我们自然会联想到春秋大义 春秋大义是瑜伽的基本精神 志在明辨是非、邪正、善恶、鲍贬 孔子以修订老国春秋为范本 就着历史事件 言春秋的微言大义 成为了瑜伽六经之一 孔子修订春秋 原因是因为他痛心东周时代社会 礼崩恶怀、是非不分 希望借助春秋来教育世人对错和是非 我小时候读春秋 就是觉得有很多个零碎的故事 很难入老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学习春秋 大过后才慢慢理解孔子修订春秋的初心 和春秋的重要意义 我们今天很多常用的关于是非对错的概念 其实都是源于瑜伽思想 而春秋就是其中的经典 例如我们经常会说在国安法之下 香港终于撥乱反正 撥乱反正这个诚语出处 是春秋的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原文是 撥乱世反朱正 莫近朱春秋 意思就是孔子写春秋 是为了扭转乱世 令社会政治回归于正道 因此来看 没什么是比春秋更合情理的了 而对于亲人犯错应该怎么处理呢 瑜伽思想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思想资源 论语里面有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个有名的故事 指父子之间由于亲情的关系 会为对方隐瞞过错 在论语《子路》第18篇 叶公对孔子说 我们这个地方有确确实实实实践正直之道的人 他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 做儿子的出面证明父亲的罪行 孔子回应 我们这里所谓的正直 跟你说的有点不同 父亲是会为儿子隐瞒 儿子也会为父亲隐瞒 而正直就是其中了 孔子的正直是指真诚那样 依秦内在的道德感 在孔子看来 好善互恶的正义感固然是可贵的情操 但是父子亲情更是自然的天性 比起好善互恶的情绪要来得强烈和深刻 所以依人之常情 父子之间应该总会为对方隐瞒过错 父子相隐虽然有爱发自 但不是个人正义感的泯滅 为自身隐瞒 避免自身被法律制裁 并不是表示同意自身的错误行为 因此父子相隐可以保存亲情 亦没有牺牲正义感 所妨碍的是形式上的法律 所以孔子仍然肯定这是正直的行为 孔子认为 好善互恶是一种道德感 父子亲情亦是一种道德感 而后者是比前者更为深切 所以当面临两者有冲突时 依据良心的作用 人自然也应该以称情为先 当然 瑜伽的思想也不是死板 偷羊的行为是相对轻微的过错 即使家人隐瞒 受害者也会报案 犯罪人仍然有机会被承知愈法 而对于严重的过错 孔子也支持大义灭亲的行为 例如在春秋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惠行公被弟弟周虞辞杀 周虞自立为君 并拜石口为大夫 因为自己的皇位不是透过正途取得 周虞为了取得惠国人的支持 就派石口回家问他父亲石立的意见 石立假议为他们出主意 但暗地里通风报信 导致周虞和石口在陈国被捕 不久后,惠国派人去陈国杀了周虞 而因为石口是石立的儿子 有人主张放过石口 但石立拒绝了 并且亲自派家臣去陈国杀了石口 虽然石立不是按赴慰子恩的精神行事 但左侍春秋仍然对石立的行为表示认可 并且作出了大义灭亲的评价 这个故事也是大义灭亲这个诚语的出处 重温过春秋后,我在想 如果有一天,家中的长辈不幸触犯了国安法 会怎样处理呢? 因此我草耳了一封公开信 希望永远都不需要用得到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爱府你好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们的政治取态有分歧 但本着思想自由的精神 我一直对你尊重如引羊 直到你最近行为越来越激烈 我个人判断已经对国家的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因此无论作为一个公民还是作为你的亲人 我也必须站出来严正地指出你的错误 希望你懸崖纳马,背头是岸 即使你现在只是有嫌疑 而仍然未被判罪 在法律上是无罪之身 但是我出于自身对是非对错的理解 判断你已经如月了不应该如月的底线 希望你能够尽快亡羊补牢 向有关部门自首协助调查 如果你拒不认错 我会考虑向相关部门提供我手上掌握的线索 协助他们把你承之于法 及作出正确的判决 希望你能够知道 我是怀着多么悲痛的心情 发表这封公开信 我多么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 如果最后证实是我错了 我必定会诚恳认错 并尽一切努力 弥补这个过失 而如果你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 我还你的女儿也会继续进效 协助和支持你在接受惩罚之后改过自身 无论这件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我也不会和你断绝关系 因为你始终是我妻子的父亲 是我们子女的外祖父 法律上国安法不是连坐法 你犯了法不会影响我们 我的妻子如果在你服刑以后要照顾你 即使用的是我们的分内财产 我也不会反对 我的子女要看望你 我也必定支持 也只有因为我还你仍然拥有这一层因亲关系 我在道德上才拥有在必要时大而灭亲的权利 希望你珍惜我们的用心良苦 作出正确的选择 以上就是如果遇到亲人触犯国安法的时候 我会写的公开信 不一定写得好 不一定写得对 但只是表达自己的真切情感 不知道各位读者朋友如果不幸遇到相似的情况 又会怎样处理呢 这一集的时事观测来到这里 我是国海 我们下星期再见